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NICO 我這次要分享的是柯帥的氣炸鍋 這個是在淘寶購買的喔 那我個人是非常推薦給小織女孩 還有豬竹,還有小家庭們可以購入喔 那現在淘寶其實有時候它都會在有特別的時間點 特別的節日會舉辦一些活動 還有會員的折扣 那這個時候購入是真的非常划算 因為大概都可以折掉人民幣還蠻多的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淘寶天貓母親節的活動呢 5月2號到5月9號指定的銀行刷卡 只要是刷指定的信用卡 就最高可以折扣10%的回饋金喔 還有天貓全球官方網站 5月5號到5月9號每日限時下殺 指定商品第二件半價 還有母親節的台灣限定 買300就減30人民幣 只用淘寶手機APP結帳頁面 輸入折扣碼HAPPYMOM 就即可享有這個活動喔 打開手機淘寶APP搜尋關鍵詞 我的媽啊!開啟拍力掏力即玩 完成遊戲步驟即可抽紅包喔 最高有1000元人民幣 那你要注意一下紅包的使用時間喔 還有母親節活動還有紅包大放送 最高1000元人民幣 在母親節會場5月2號到5月9號 每天早上10點還有晚上8點 點擊下方的連結搶紅包語囉 5月5號跟5月6號兩天再加碼 打開手機淘寶APP直接搶紅包喔 老實說每個家庭裡面 我認認覺得真的要有一台氣炸鍋 那我跟我先生呢 其實之前就是有在好事多那邊 有看到一些空氣氣炸鍋 或是需要油到油進去裡面炸的 但是因為可能非插牌的啊 還是Pen啊什麼牌的之類的 他們的價錢大概大概在六七千左右 說想要買非插牌的空氣氣炸鍋 可是呢因為它的價格比較偏貴 所以會讓人家猶豫 因為有很多網友就是說 非插牌的它裡面內鍋 清洗非常不容易 所以呢尤其是我們家庭主婦這種人 最重視的就是清潔 那這台的電壓是一百億的 是直接買來台灣的電壓 就可以直接做使用囉 那它是有黑色的就是我這一台 跟白色的 那它有分比較大容量的尺寸 想要了解比較多相關的資訊 可以在我的下方的資訊欄裡面 我有放上去喔 對於女生來講 我覺得是非常方便的料理的一個東西 簡單來說就是連手殘人 或是不會料理的人 都在家裡可以變成小當家 給你們看一下內鍋 它內鍋是有兩層的 那它有附一個小的鐵鍋 它可以讓你去烹飪蛋糕類的東西 那它內鍋是這樣 它內鍋跟煮鍋裡面 它全部都是用不沾鍋的塗層做使用 所以清潔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我必須要先跟大家講 你們在清洗的時候 千萬不要使用粗的菜瓜布 要拿那種細緻的菜瓜布 其實應該都很好買 所以基本上只要是 不沾鍋的任何類型的東西 建議大家都是用細緻的菜瓜布去清洗 千萬不要用粗的去刮它 不管是任何再知名的品牌 你用粗的去刮它 絕對一定會掉漆 風扇跟烤電網 那這個部分呢 建議大家是不要用水去沖洗啦 因為怕危險 而且以防萬一它會整台機子都掛掉 那它採用的是LED面板 讓你直接觸控的方式 它上面也有血素條 豬肉、蝦、海鮮類 還有蛋糕烘焙 還有雞肉、牛排跟魚 還有這些東西 它都有幫你都已經先 設定好在裡面了 那如果你自己要再去調整一些 時間跟溫度都是OK的 所以我覺得這台真的是 非常簡單可以操作 那我要先跟大家講就是 剛開始購買它過來的時候 一定都會有一點塑膠味 首先先準備家裡面的檸檬皮 或是橘子皮 先放進去裡面控炸就可以了 減緩它的塑膠味的濃度 那我就先用這個海鮮、蝦子跟干貝來試試看 那我現在呢 就是已經剛剛把干貝跟蝦子 就一起放到鍋內去用 那它這邊的話就是也可以調整 時間、溫度 它就是煮菜單 就可以讓你選各種 烹飪的品項 那我們就待會見囉 這是剛剛弄出來的干貝跟蝦子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蝦子真的超好吃 蝦肉的鮮甜味都還是鎖在裡面 而且是有蝦汁的那一種 那干貝通常我們希望說可以煎到脆 它雖然干貝外表沒有到非常的脆 但是它裡面那個汁 都還是有鎖在裡面 這個干貝 你看它還是一絲一絲的 它的干貝真的是鮮嫩 它有了這個空氣氣炸鍋 就把東西丟進去讓它自己去烘烤就好了 因為海鮮這種東西就是 很怕它那個鮮甜味跑掉流失了 它這個的話是只有單純灑自然粉 那這個比較顏色深一點的 就是有醃漬過 再進空氣氣炸鍋裡面用的 那我自己就是有炸雞塊 還有海鮮干貝 薯條 魚 還有雞肉 那我覺得說它真的是料理方式非常的簡單 基本上就是笨蛋都會操作 而且料理出來的東西 它真的非常厲害 如果你是用雞塊薯條那一種的 你也不需要放任何一點油在裡面 你只要直接放進去裡面炸就對了 它是以空氣循環的方式去料理它 所以呢 如果你們是有想要進行減脂餐 或是蒸雞餐 就是你不想要添加任何油的東西 你都可以放進去裡面烘烤炸這樣子 所以它叫做空氣炸鍋 後面這邊有一個通風的 還有下面 下面這邊 它這邊都有做通風口 我跟你們講說一定要必滿的原因就是 第一它好清洗 第二它價錢超划算 根本不用到兩千塊就可以買到它 第三呢 不管你是不會料理的人 還是你根本對料理一點都沒有任何經驗的 你只要擁有它 你就可以變成小當家 我覺得它炸出來的水準 是讓你看到會覺得很驚豔的那一種 就是哇 沒有想到它真的可以炸出那麼脆的東西 而且重點是沒有放任何一點油 你知道嗎 我會覺得說這台東西就是 萬惡的宵夜好幫手喔 那你們沒有心動呢 如果心動的話 趕快點下面的資訊裡面的網址 趕快去看看吧 立馬加入購物車 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可以訂閱我的影音頻道喔 那不要忘記要打開下面的鈴鐺 開啟通知 這樣隨時我有新影片的話就會發布通知 讓你們知道喔 那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個人打算就是 以後每一個月會大概發一兩部的淘寶購物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因為家裡面在裝潢 所以呢也在物色一些居家用品 還有家室類的東西 那我自己呢 也是非常愛買東西的一個人 算是能掏就掏 不掏就不高興的那一種 後來呢 希望大家要理性購物 因為淘寶真的是一個無底大坑啊 因為很多的淘寶好物都會在社群分享 那大家都會因為好物而去購買它 因為實在是淘寶可以掏到太多超值的CP值又高的東西了 那下次見囉 掰掰